如果你是還沒有訂閱一支阿美Youtube頻道人呢 記得按下訂閱唷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今天呢這支影片主題跟你們分享的呢 就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下單的 SALENDA 一大箱 然後我完全還沒有開箱喔 我就一直在想說我到底要什麼時候開箱 我這個人就超級無敵懶惰 每次找有東西寄來我們家 我都不會立刻把它打開 我就是會想到的時候才會把它打開 這個東西就被我封印的超久 所以我已經完全的忘記 我到底在SALENDA上面買了哪些東西 我想說今天透過這一支影片呢 一起來開箱 看看我當初到底下單的哪一些衣服哪一些褲子 但我覺得應該是 都蠻好看的才對 啊等一下真的有點重 我要把它放起來了 基本上呢這算是我的人生第二次吧 在SALENDA的官網上面呢下單衣服 我通常呢都是在韓國直接買 但是比起SALENDA的門市 我覺得SALENDA的官網更燒 因為他們是直接實穿給你看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那個model 穿在身上的衣服到底有多美 比起你就是在架上直接拿起來看 你根本不知道穿起來到底怎麼樣 有的時候甚至還要去試穿 像我這麼懶惰的人 我根本不想試穿 所以呢我就會覺得 欸去實體門市 反而對我來說並沒有那麼燒 但是在官網上面呢 在看在下單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欸瘋狂失心瘋你知道嗎 那個手指不停的按一直按 加入購物車加入購物車 所以呢我就想要來了解一下 我這一次到底買了哪些東西 沒有意外的話我好像也是花了三多塊耶 我想我真的算是一個蠻省的人 但是我每次在買衣服啊 我真的是沒有在客氣的 因為我平常也不會買名牌 然後我也不太會買什麼3C 有啦買相機買電腦 這種就是需要工作的東西我會買 然後除此之外 吃的話我好像也還好 我不會一定都要吃大餐 好像就沒了 所以我唯一唯一壓力大的抒發 就是購物買衣服 我知道你們一定很想看我到底買哪些東西 對不對 好吧那我就直接開箱囉 登登登登登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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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民國幾年 欸 欸 等一下 我一次看到毛衣喔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春天了吧 我還看到毛衣什麼意思 人家都已經換新款了 我還在穿這些 沒關係我好像買了蠻多的 我就一一來開箱好了啦 感覺是一件襯衫 這感覺很不像我會買的耶 它是一件襯衫 對但是 這個這麼仙女的衣服 我怎麼會買它啊 欸我當初到底是看到了什麼樣的穿搭OOTD 我怎麼會買這件 欸 好它材質摸起來有一點點小厚 微厚 感覺應該是春天或秋天的時候可以穿的 然後它這個可能沒有辦法單件穿喔 它這個可能有點透 它裡面的然後加一件小可愛 然後它也沒有辦法當作是外套穿 它可能就是要全部都扣起來 不過這個下半身如果一樣 就是搭像我現在穿的這種牛仔褲 比較淺色一點的牛仔褲應該也是滿適合的 然後它這麼氣質的話 感覺穿直筒的那種單色 直筒素色褲的話應該也可以 因為它就是一款比較偏氣質一點的上衣 來下一件 感覺很適合去泰國的時候可以穿 這好像感覺比較適合度假的時候可以穿齁 它應該是一字零才對 對它這邊有伸縮應該是一字零 然後它是長袖的 那它的袖口部分是有束口的設計 裡面可以打一個蝴蝶接 這樣子應該整個人看起來應該會蠻可愛的 果然是Style Lander上面的衣服 就是它的材質摸起來絕對是一等的 就是不用擔心說它材質會爛爛的 它衣服下擺這邊它也是有做這個束口設計的 所以你一樣就是 它如果有做束口設計就表示說 可以讓你露出小肚臍 可以讓你露出你的馬甲線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就是在更短一點的 它可能原本是遮住你的肚臍 但是你是可以往上拉然後就是把它束起來 這樣子看起來應該會蠻性感的 哇這件我覺得是我的菜 只不過它比較不適合現在穿 第三件 這個看到我就有點害怕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一件毛衣 它是毛衣啊 各位 像這種裡面其實就可以加一件像我這種 薄的透膚的內搭 然後白色或黑色其實都可以 因為我現在挑的這一件它是比較屬於性色的嘛 所以我覺得不管裡面是搭深色或淺色都OK 它會有不一樣的風格 它也不是那種長版都 應該就是剛好遮住我的肚臍吧 它應該是沒有辦法塞到褲子裡面去的 所以它應該也算是偏短板一點 然後這一款的話我待會也是可以搭搭看 看它怎麼搭會比較好看囉 這個也是毛衣的部分 我來看看這個 欸它雖然是毛衣沒有錯 不過它很薄 它是薄的毛衣 基本款就是裡頭 你可以加一件法蘭蓉格紋的襯衫 或者像搭這種白襯衫也是OK的 那因為它這件比較薄的關係 對啦那它比較適合春天 因為冬天穿這個的話 一點都不保暖 那你如果是到春天你還是想要穿 類似有點像這種針織毛衣的話 你就可以盡量挑這種就是比較薄一點的 那還是可以穿搭的 這一件它就是很正常啦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特別需要介紹的 這是什麼 這個是 圍巾嗎 它是裙子 欸 它是裙子 有點像那種美人魚傘狀的那種腔裙 那它叫什麼 魚尾裙是不是 對它下面這邊是傘狀的 那這件的話它偏厚一點 對它有點小厚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買這件欸 當時到底在想什麼啊 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Style啊 如果你們平常看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會知道 阿圓的Style就是比較偏中性 然後不然就是比較帥一點 要可愛也會有 但是你要我走一個很淑女 很氣質的風格 很高貴 廉雅 貴婦級的風格 完全不是阿圓 但是我怎麼會挑了一件 感覺很像是愛的破將的OTD呢 欸我怎麼會買這件 好奇怪喔 我在想什麼 我想我現在不是覺得它不好看 我現在是覺得 我的衣服有辦法搭這件嗎 就會很納悶 還是我待會可能裡面有一些衣服是可以搭的 說不定 這個也感覺很氣質 我想我很喜歡逛網拍沒有錯 但是我逛網拍的時候阿 我最討厭的就是等 我這個人就是沒辦法等 你知道我就是一個非常急的人 就是我就是個急性子的人 然後再等兩個禮拜後 我就覺得欸 我月初是買了什麼東西阿 然後等到貨送來之後 我就欸 我有買這個東西嗎 每次都這樣子 好啦這一件 這一件感覺是我會買的啦 就是它應該是一件長洋裝吧 不過我好像也有類似款了欸 我怎麼這麼多種白色類似款的長洋裝呢 對不過它這邊是比較V0一點的 所以它可能裡面要加一件小可愛 不過它就是外面前頭這個設計不太一樣而已 不過它還是一樣就是屬於比較宮廷感的感覺 對就是那種貴族宮廷感 就要貴氣一點 不過確實阿 Stylelander上面其實很多像這樣子的衣服 只不過他們會搭一個很特殊的顏色 來做一個搭配 它可能裡面突然就給你來了一件 螢光綠的內搭 或者是那種螢光紅阿 或者是那種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大紫色內搭 就是Stylelander的特色 你看它衣服就是單件收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欸其實還好 帶你到官網上面去看model他們穿的時候 你就覺得WOW居然可以這樣穿 OK 對就是Stylelander就是迷人的地方 欸下一件 這個感覺會是我的菜 因為這個顏色非常的中性 欸好這個繩子千萬不要不見 我每次只要買衣服的時候 有這種繩子 我都會很害怕 因為它可能一下就會弄丟的 放旁邊 來看一下喔 WOW 這件感覺是我的菜 但它應該是連身裙 但它是吊帶設計的連身裙 Oh my god It's my time It's my time 這是我的菜喔 我跟你們說 像這種吊帶裙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 啊 日系啦 日系 我跟你們說沒有 沒有 韓系也是會有這種吊帶裙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它的剪裁 跟它的顏色 日系通常不太會有這樣子的顏色來做吊帶裙 通常它們就是黑色 不然就是杏色 但是呢 韓國 他們就是喜歡推出一些比較特殊一點的顏色 會讓你覺得 欸這我可以駕馭嗎 我跟你講 固定可以駕馭 但你就會很想買 你就會很想花錢買 這一件我也非常期待把它穿上之後的樣子 我覺得 它很好看 喔其實我很喜歡點點 我在還沒有當youtuber之前吧 我大四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陣子 非常的夯 草菅迷生 然後那時候呢 我超愛買點點的衣服 點點的帽子 點點的全身上下各種單品 我都喜歡點點 就是全部都要點點 對但是我到後面就是比較少買點點了 因為我後期覺得點點比較偏日系一點 其實我跟你們說 我每次都會說 就是我每次都會把日系 韓系跟台系分得很清楚 但是其實呢 我並沒有特別不喜歡哪一個系 就是我自己當然個人最喜歡的是韓系的穿搭 但是日系的穿搭其實我也會有喜歡的時候 比方像是這種點點 雖然我現在沒有那麼常穿 偶爾如果我看到有一些衣服的造型 我覺得很好看 它要是點點的我一定還是會買 因為點點算是我在日系裡頭 就是蠻喜歡的一個元素 欸它這個 它這個標籤好可愛喔 它上面就是一個韓國國旗 這好可愛 這一件應該是洋裝吧 欸不是 它是上衣 欸沒有 它是洋裝 它這邊應該是可以讓我就是 細一個腰帶 它就可以變成一件短板洋裝 這件好可愛喔 而且它旁邊這邊有荷葉花瓣 而且是它是有點像蛋糕裙的概念耶 你看看起來很像是一塊蛋糕的感覺 它的袖口呢 也是有做這種鬆緊的 我蠻喜歡的 我喜歡有點公主袖的袖口 因為我會覺得穿起來就是會有點甜美中 但是我又喜歡挑一些比較中性一點的衣服 就是我喜歡藉在一個甜美跟不甜美之間 哇這個我很喜歡 欸我這一次買的衣服 好啦那我大概應該可以理解 我當時應該就是想要走一個 要可愛不可愛 愛想妝可愛 但又覺得自己不夠可愛的衣服 真的很愛白色 我真的超喜歡白色的 我我我我我看到這個我想說 嗯這是睡衣嗎 Excuse me 有了不 喔沒有啦 它不是睡衣啦 它是一件長陽妝 然後這邊應該是它的背 前面應該是這樣子啊 嗯一般比較保守的女生 可能前面我會建議可以戴一件小可愛 對 因為其實戴小可愛 並不是說為了就是要讓你就是遮住一些 就是你不想要露的地方 而是說你戴一件小可愛 其實會多了一個層次感 那小可愛不一定要挑黑色或白色 其實你也可以去挑那種就是比較特殊一點的顏色 或是搭那種 我覺得啦 就算你今天搭運動 內衣 其實應該會蠻好看的 因為Styler Lander 它就是想要走一個非常前衛的風格 所以你今天不一定要搭的很保守 你想要穿的很前衛也是OK 甚至 就是就像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 微透的內搭 其實它也可以把它搭在這一件裡頭 就是稍微會露出一點勾 不過我覺得還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就是盡量可以把一些你自己想要加入的元素放進去 讓它感覺好像多了很多層次感 但是其實那就是Styler Lander想要展現出來的一種 它是非常獨一無二的 它是非常前衛的造型 然後它的材質摸起來非常的像是睡衣的材質 對不過非常的輕膚很舒服 這個應該就比較適合夏天穿了 對這個現在穿可能會有一點點太冷囉 先把它封印起來 OK封印它 啊終於有褲子了 不過我怎麼會買這個顏色褲子啊 神奇喔買了一件 這個顏色在螢幕上面很像土色欸 沒有我跟你講它的肉眼看似 比較有點偏芋頭色的色褲 然後它應該是穿牛仔色褲吧 我怎麼會買這件我不知道 對然後它是比較屬於比較寬版一點的喔 它是比較寬一點的色褲 這一件我覺得穿起來應該會非常的中性 它上半身的話我覺得啦 以我對Styler Lander的了解 它上半身應該是穿一件非常貼的上衣 或者是穿一件就是可能有露出肚臍的小可愛之類的 就Styler Lander很愛這樣子 不要看就是想說這一件是要怎麼搭 阿元這一件你買這個是要怎麼搭 你是要搭一件T恤嗎 NO 我跟你們說 Styler Lander不會那麼無聊 它出這個呢 它就是要讓你上半身搭一個非常特別小可愛 甚至就是你直接穿一件運動那一出去 它也覺得恩OK 這就是Styler Lander想要展現出來的一種獨一味的感覺 所以呢這一件我一定會給它搭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穿搭 同時也會是一些你們有的單品 不會為難大家 欸但這件算是蠻厚的 而且有差 因為我其實也會在其他的一些網牌上面下單牛仔褲 但是那牛仔褲一送來之後那個味道聞起來就是 那個味道就是沒辦法 就是你一定要先下水洗的 但是像這種味道 它聞起來它就是沒有什麼太多那種加工味 就是它不太會有那種很臭的味道 它這個味道就是非常的淡 就是感受得到它的材質應該是比較好的 好了 剩下倒數三樣東西 綠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的單品我好像也很多 我每次拍開箱穿搭 這是我人生當中就是最快樂也最崩潰的時候 就可以開箱自己就是買很多當初很喜歡的衣服 崩潰的是地上會超級髒超級軟 看穿搭的人通常還是有限 看穿搭的人還是有限 有時候就會覺得有點難過 來這件是什麼 哎呀 哎呀呀呀呀 我知道這是什麼啦 這個是最近韓國非常紅的兩件式的單色素色的上衣 它長這個樣子給你們來瞧瞧 就是韓國最近非常的流行兩件式的 它裡面的背心不一定像這種 它有些是吊嘎 但是它就是稍微的會讓你露出鎖骨旁邊的這一塊 這個曲稍微的讓你露出來 就是若隱若現要遮不遮的感覺 這個呢現在韓國就是他們非常的流行 那我在台灣其實有看到一些網拍賣家 或者是看到一些實體們 是其實也有在賣類似的單品 我是覺得像這種的話 你不一定要在Stylelanda上面買 除非你想要買很特殊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的 它通常你們會喜歡的我猜啦 黑色或白色 是最好搭的 不是說這個顏色你們不能搭 是說黑色白色是最好搭的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來一個非常特別的顏色的話 你可以在Stylelanda買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它就是今年比較流行的一個單品而已 欸 What's this? Oh Oh Don't worry 它也是一件長裙 你們不要看它感覺很像睡衣 沒有 這一件我有點印象 它裡面好像是搭一件 薄綠色的貼身上衣 對 Stylelanda其實通常 他們也會有非常性感的一些款式 但是還沒到夏天之前 他們會有一些就是比較性感元素 但裡頭通常他們都一定還會再加上一件單品 來做一個層次的堆疊 它不會就是完全裸 也不是說裸露或怎麼樣 但是它裡面一定會做一些單品的層次配件 不會就是單純就是單件這樣穿這麼的無聊 所以我當時會買下這一件的原因是 我看到它裡頭的單品這樣搭配 我覺得看起來很帥 所以我才會買它 它看起來看似成熟 但是如果搭的好的話 它其實可以讓你看起來更逆齡一點 就是不會看起來好像比實際年齡還多個五歲之類的 你只要裡頭搭一件很可愛的 我打個比方 你裡面搭一件粉紅色的內搭 或搭一件粉紅色的貼身上衣 綠色、紫色都可以 其實不會讓你整個人感覺好像老了五歲 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會很害怕像這種 動物紋的上衣啊 動物紋的任何單品 會不會感覺好像就是很老或者是 很像是阿嬤在穿的啊 但是其實不會 因為你今天想要走一個很前衛的路線 你就是一定要穿的跟別人不太一樣 如果你今天都跟大家穿的一樣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不用買Style Lenda上面買太多衣服 因為他們家的衣服真的是都還蠻前衛的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一種偶爾會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你想要獨一味的感覺 那你可以在上面挑衣服 那這一款的話我覺得它應該是可以 讓我搭出一個蠻好看的造型的 對 它其實看起來很霸氣欸 它有點像那個 It looks like a lion I'm a queen like a lion 欸喔 來 最後一件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頭帶頭巾 對沒錯 我還挑了一個非常假掰的顏色 墨綠色 對我怎麼會挑個墨綠色我也不知道 但是 ok I don't know whatever 你看其實蠻好看的 看到這個顏色的時候 你會當下想說 嗯這有什麼好看的 我要挑就挑個黑色 我挑個杏色會更好看 但是我發現其實 他們官網上面啊 他們可以幫你搭出很多 你看起來看似很無聊的顏色 但其實戴在頭上 戴在穿在身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天啊 它這樣可以變得這麼好看這麼美 因為你們看喔 我其實這樣側面不講話這樣子 它其實是非常好看的 一條頭戴 其實你今天也沒有多了什麼樣的造型 就只是多了一個頭戴 可是你會覺得自己全身上好像 多了一些層次感 其實追求的就是像這樣子的層次感而已 讓你在別人眼裡看似平凡 戴好像又有點那麼不平凡 好的 童真以上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然後 如果你們也是Styling me的話呢 歡迎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告訴我就是你們在上面購物的一些心得 或者是你們想要看我開箱哪一家 韓系網拍 也不一定要韓系啦 那個台灣網拍啊 日系網拍什麼都可以啊 只要泰國的給我 我也是 看到喜歡的會去下單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總之呢想要看阿遠就是開箱任何東西的話 都會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我說 然後 就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記得followyoutube 還有instagram 然後別忘記記得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安妞